过去一个月阿根廷求王梅西 率领国家队在卡塔尔世界杯中夺冠 不过阿根廷人并没有庆祝太久 就要回到朝不保夕的经济与民生压力 阿根廷最新出台的通货膨胀率逼近95% 写下1991年31年来最高 通膨率节节攀升 货币又持续贬值 阿根廷民众的储蓄和购买力 每一秒都在流失 全国将近四成人口活在贫困中 惶惶不可忠实 一个月前 阿根廷求王在世界杯上高奏凯歌 举国欢腾庆祝这份难能可贵的胜利 只不过阿根廷人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 就被逼着回到现实 这个拉丁美洲国家近年来饱受经济危机之苦 最新出台的通膨率 爆94.8% 逼近百分百 境内四成人口游走在破产边缘 人们负担不起日常消费 这几年来靠石油和旅游为主要 引收的阿根廷在国际原油价格暴跌和疫情封锁下 民生经济已经挣扎求生 去年再碰上俄乌战争衍生的全球性通膨 阿根廷也难以置身事外 2022年 一升牛奶的价格暴涨三倍 食用油暴涨四倍 白糖更离谱 涨了整整五倍 对大多数阿根廷人来说 仅仅是解决三餐 就足以让人心力交瘁 目前距离阿根廷大选还剩下不到九个月 当今政府面对的最棘手问题 就是压不下的物价 加上持续干旱 正在威胁着国内摇摇欲罪的农业生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心 阿根廷会成为下一个破产国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